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是World的部分 那我今天假設我是從聯合新聞網 來,我這邊叫聯合新聞網 從電子報的部分去叫一篇文章過來 隨便抓一個頭條,然後比如說 好,總是至少看到一些文章 等一下,還拉不下來 就是網路上有點慢了,所以 它沒跑完,有時候不能拉 好,OK 比如說我現在要把這段中間的文字 Copy下來貼到我的World 那我就可以,等一下喔 我就可以從這裡,第一個 一直按著反白,然後拖到下面 放開 反白可以這樣子做 那我上次也跟各位講 你可以在這上面點一下 然後按著Shift鍵 再到最後一個字這邊,點一下 然後就可以全選了 就像比如說我只選中間這一段 也是一樣 我可以按著拖 放開 就反白 或者是 點一下 在這個游標 在這個地方,點一下 然後再按著Shift鍵 然後再按滑鼠去結尾的地方點一下 它就反白這樣子 好,那我現在假設我現在是反白這個地方 短白,接下來我要把它複製起來 那我就按Ctrl C 這個快速鍵 是複製嘛 對不對 好,那我現在回到Word 我Ctrl V 就是貼上 Ctrl V 就貼上了 對不對 好,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上面貼的文字 但是各位要注意喔 就是說 假設你要對文字做任何動作 我舉個例子 假設呢 不如前面我希望再加一個 還不如 因為有時候你字打完了之後 你覺得 我臨時想加一個字 這中間想加一個字 首先你必須把你的游標 點到這個字的前面 有沒有 一個是滑鼠的游標 我現在在動的叫做滑鼠的游標 在閃爍的這個東西 是代表我要做處理 比如說新增一個字 刪除一個字等等的 處理的那個地方 這個點在哪裡 所以我可以 比如說我要點在這個頭 我就把滑鼠移過來 在這邊點一下 游標是不是就在那邊閃了 有沒有 處理的那個點就在那邊閃 所以我舉個例子 像有些我想把這個畫接回去 那我現在點在前頭的話 我就按那個 英文叫backspace那個鍵盤 也就是倒退刪除鍵 各位右上角 那個稍微鍵 按鍵比較大的那個 你就可以按它 往前面 它是不是就往前刪除了 OK 那另外一種就是 我可以點在前一段的後面 然後按那個delete鍵 有沒有 你的鍵盤也有delete 你只要按delete 後面就接上來了 delete是delete 游標的下一個東西 那剛才的游標的下一個東西 是換行 是這個 有沒有看到這個小小符號 有沒有 有一個小小箭頭 彎過來的 那叫換行的符號 所以呢我點在這裡 我只要一按delete 它就把換行的符號刪除 那所以就代表說不換行 那下一行就會頂到後面來了 OK 所以呢 像我舉個例子 我現在想要在這個地方 加一個還不如 那我第一個 我是先把游標 點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 現在有一個游標在那邊閃 對不對 這時候 我再來打 還 然後enter 打完之後按enter 你看這個字就加進去了 可以嗎 然後別忘記喔 另外還有就是說 如果你是自己打字的話 你自己打字的話 打到那一台的最後面的話 請你不要按enter 如果 我突然 會變 那 你不要 你擺到最後的時候 不要按enter 你繼續打 繼續打 它就自己繼續就折下來了 除非那個段落你打完了 這個段落打完了 你才按enter 換下一個段落開始打 OK 所以這個地方要特別注意 那另外還有一個東西是說 你也可以用反白的 假設這句話你都不要了 這句話你都不要了 幾種方式 你可以是 點在這個的最後 假設這個 只要媒體和國會都不在鬧 好像這幾個知道都點 你都不要 你可以把游標點在這裡 按倒退刪除鍵 這樣就刪除 好 那當然 剛才另外一個 你放在頭的部分的話 那你就 因為你要把後面的刪除 你就按delete delete的鍵 有沒有 後面就會慢慢一直往前了 這也是一種 好 我再回來 那另外還有一種就是 剛才 我說 另外一種就是 你把不要的那句話 反白 整個反白 按delete鍵也可以 按倒退刪除鍵也可以 那一小段 一下就不見了 可以嗎 所以這個刪除的 word的打字 其實沒有那麼困難 就是你今天要插哪個字 首先你要先確定你那個 編輯的那個游標 就是現在在閃爍的那個游標 你要先停在哪裡 再開始增加字 或刪除字 OK 那如果你一長段都不要 比如說我覺得 你這一長段都不要 那你就可以把反白起來 直接按delete 或按倒退刪除鍵 這一整段就會不見 可以嗎 好 來 我這邊先給各位 如果說你已經有打了一篇文字 你可以嘗試看看 來做那個 或者上次的做的練習 如果你還有存檔的話 可以把它叫起來 然後再來做編輯 來各位處理一下